透著天光的屋頂 遇上下雨天 屋子也會哭泣 但這些老人都不在意 畢竟他80歲了 將就將就 日子不就過去了嗎 你的氣更不好 這裡這個環境 太快了吧 不會 因為 我大半月 要比較不好就吃了 在潮濕的屋裡喘著大蟹 老人不說 但老人心裡難過 放眼望去就有斑駁的牆 沒有家的味道 但他覺得很慶幸 因為口袋實在沒有錢 去交換更好的環境 這戶有嗎 這戶不是都會 讓你保重什麼東西 你的感覺有夠還是不夠 不夠 租屋大不易時代 正式來臨 物價指數 房租類年增率 2022年7月達2.06% 算一算上一次破2 已經是27年前 我們設下了8年 20萬戶的目標 從2017年開始 分兩個階段來推動 弱勢的吶喊 政府還是有聽進去 新辦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總統蔡英文上台 甚至開出8年20萬戶 設宅的支票 對 那到目前為止 如果蓋完20萬戶是2.2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就是 以低標的一半 再去做到我們第一階段的 行辦數量 選市場 要選市場 就蓋設宅 就蓋設宅 其實20萬戶也不算多 且到了2022年8月 國內能夠出租的設宅 只有2萬1千多戶 以7月台灣加戶數 902萬多戶計算 只佔0.24% 按先進國家標準 根本不合格 以目前的OECD國家 或是說先進國家的低標來說 大概占住宅存量的5% 最新的估計應該是 衛福部在2015年的估計 12類弱勢 同時又沒有自由住宅的群體 那那個時候估算出來 全台灣大概是24.8萬戶 2萬戶設宅 對上24萬戶弱勢 數量遠遠不夠 而為了擴大業績數字 內政部甚至把私人房源的 包足代管 也算在8年20萬的一環 但是現在政府的計算方式 它其實是用累積戶數的概念 目前政府大概是4萬出頭的 包足代管的戶數 但是它其實是說 我服務過4萬戶數 同樣的一間房屋 我換了房客之後 就算成兩戶了 那我們覺得這個算法 是不太誠實的 回顧林德的一生 幾乎都在飄零 年輕時到處打工 嫌買房太貴 大不了租房子 誰知道租屋市場 也開始金字塔化 為什麼沒有買房子 這當時怎麼 你們就看有錢 我買嗎 我說啦 人家沒有一杯的幸福 只要靠一個年輕人來 生活 生活 桃園其實它在發展 那你看很多人也都跑來桃園 其實新北還有台北 有很多人都來桃園買房子 其實都已經都漲得很多了 社宅市場供給不夠 讓弱勢被租金拖垮 他們或老或窮 或成為租屋人窮 只盼改變加速 讓人民不再為房所苦